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 中华民国纳酒协会跟中华关节的中港会 下班SBL和WSBL超级纳酒认识 四位28号到30号 里中苏带特有灌热的专门 SBL立行赛最后一天 30号由中华博力力对上台湾啤酒 最后博力力以79分比26分的新级 拍拍台湾啤酒 这20个SBL超级纳酒认识 比赛开始晋级 博力力女孩和Lasi Gross 热情加游不得 插来很重气氛 就双方拉威夫的 拿到SBL的参赛团了 大则完全在地的救队博力力 专心定用专心政客 七位救赛最后一票 把腰车转离欢意中 王金平来开球 提球完加游打气 3 2 1 请开球 谢谢 赛点的机长 他为着要能够提升我们彰化地区 这个男球的水水 还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共同来推动男球的运动 所以他非常用心 我们要感谢他 礼拜跟这礼拜 SBL有联赛在掌势大来一举办 这也是彰化博力力的主场 那其实这六场都有爆满 那也显示乡亲我们对自己在地的球队是非常支持的 然后有很多的爱好的爱打球的小朋友 他们也都进场 那来为我们彰化博力力加油 比赛开始 博力力专行王先生的企图室 最后以这九分比16分 举下胜利 做球队来去建构一个就是社会企业 那透过这个社会企业这个平台 能够让更多有资源的企业家 能够来投入 那去创造企业的不管是从形象也好 或是说资源公益的一个分配这样子都好 那变成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然后让我们的年轻的球员 在教育上 在未来的一个生涯的发展上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空间跟平台 看到这种成果 让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欣慰 因为篮球这些运动员 本身就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尤其是要跟这些洋将 透过这样的一个团体 还有我们博力力的这些休哥 老实讲 带动了我们这一个队 在业界上面 大家注意到我们博力力的这个团队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运动赛事 现在政府也通过了 只要你是赞助运动赛事 我们举例来讲 如果你赞助50万 政府让你抵扣75万 所以企业界的朋友 希望你们踊跃来占据这样一个团体 尤其我们是在地的 跟普远到中华玻璃力 这种赛车够到在一起的生理 踏出一个不错的生意 然后很多球员看得出来开开 虽然最后没得整理过后赛 但是中华玻璃力在头一个球员 踏出在一起的生意 在内九年唐哥在 以及在地的经营的用心 让我们看到玻璃力的实力 也希望就有玻璃力 带动中华那球温动轰起 大家好 新闻林桂英 中华 彩虹伯德